台灣陸委會今早舉行開放港澳居民 內臺自由行記者會 正式宣布2月20日上午9點起 恢復受理港澳居民 網絡申請臨時停留許可 符合資格者也可事先向內政部移民署 境外人士線上申辦系統申請出入警證 而在疫情期間對香港居民入境實施的 管制措施亦予以取消 去年11月7日開放的以團體方式 來臺觀光措施不再辦理 而香港男子陳同佳五年前 在台灣殺死女友潘曉永後返港 不少人關注一直不能到台灣的陳同佳 會否趁這個時候到台灣自首 台灣陸委會副主任梁文傑指 台灣已再三聲明 台方政府的立場未有改變 陳同佳到台灣投案並非單純批出簽證的問題 事件涉及雙方管轄權 和相關公權力的行使 為確保本案後續審查和審判的順利進行 希望港府務實回應台方提出的司法互助請求 才可以落實司法正義 而一直協助陳同佳的立法會議員 牧師管浩銘會應傳媒查詢時指 問題不在於台灣是否開關 辯稱就算封關都可以向陳同佳發簽證 現時死傑在台灣不批准陳同佳入境 他自首意願一直都沒有改變 另外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本月9日曾表示 如果疫情持續穩定可控 至2月20日起會放寬室內戴口罩的要求 只要求於醫療照護機構公共運輸 及特定運具的室內空間全程戴口罩 其他室內空間就可免戴口罩 台灣在去年10月起放寬邊境管制措施 但就未撤銷大陸及港澳旅客入境旅遊的限制 去年11月7日台灣當局允許港澳遊客 以團體觀光的方式入境台灣 由台灣交通部觀光局核准的旅遊業界代為申請 每團5至40人每次可以逗留最多15天